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分享屌丝85回。 既然做出了提前解决桥梁的决定,洛飞随即就向小舅子发出了指令。 赵小阳随即紧锣密鼓开始部署,对今天和冯玉明的谈话,洛飞心里很满意,包括冯玉明的表态。 洛飞知道,继郑士东和徐鸿刚之后,冯玉明又被自己搞定。 如此,班子成员里,除了陈紫玉、张海涛和宋良,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于张海涛,洛飞不想浪费精力,在他做副市长的时候,就经常和自己顶。 洛飞就一直不喜欢他,在他跟着安哲做大管家后,洛飞明显感到他和安哲关系是极其密切, 安哲是高度信任他的,对他自然更敌视了。 凭张海涛以前的表现,凭自己对张海涛的了解,洛飞对搞定他是不抱指望的。 知道搞也是白搭功夫,何况因为不喜张海涛,他也不想在张海涛身上耗费无味的精力。 至于宋良,他刚到江州,对江州的情况不熟悉,在江州又没有自己的圈子,掀不起多大风浪,何况因为他是廖古峰的前秘书,自己不但不能搞他,还要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只要他不给自己添麻烦,不和自己作对就好了。 凭宋良当过多年大领导秘书的经历,洛飞相信宋良是有这个心术的。 同时,洛飞也意识到,关心民把宋良放到江州,放在自己身边,是有某种特别用意的。 这用意洛飞心领神会,毕竟宋良曾经的身份不一般,毕竟关心民和廖古峰曾经的关系很微妙,自己可不能辜负了关心民把宋良放到江州的良苦用心。 如此,洛飞也不打算在宋良身上下功夫,如此,就剩下一个陈紫玉了。 对如何搞定陈紫玉,洛飞早已有了计划,目前他并不着急。 冯玉明走后,洛飞心情比较舒畅,不由哼起了小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这时洛飞的手机信息提示音响了,洛飞摸出手机打开信息,赵小阳发来的。 洛飞认真看了几遍信息,点点头,微微一笑,嗯,这计划不错,很周密,看来小舅子还是有点脑瓜子,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两天后,早上一上班,洛飞通知张海涛来自己办公室。 其实洛飞今天给张海涛安排的是,按照常规,并不需要张海涛过来。 他批示后,让工作人员按正常工作流程转给张海涛就可以。 此次洛飞没有按常规来,自然有他的用意。 张海涛进来后,洛飞请张海涛坐在自己对面,没有什么试探和前奏,直接递给他一份文件。 到海涛秘书长,我想了解全是关于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信息,请你安排相关人员下去搞一个调研。 洛飞眨眨眼小乔先在办公室分管哪一探? 秘书一科,二科和鸡茶科。 张海涛回答,哦,洛飞点点头,我记得小乔之前只分管秘书一科的吧? 是的,安书记离任后,根据工作需要,我对各位副主任的分管内容做了调整,给乔主任增加了秘书二科和鸡茶科。 张海涛道,嗯,洛飞又点点头,应该这样,小乔的能力比较强, 老安走后,他只分管秘书一科,确实显得有点少,给他增加分管内容是对的。 年轻人嘛,就要加担子多锻炼,这样才能更快更好成长。 张海涛笑了下,我也是这么想的。 洛飞沉吟了一下这次调研很重要,在时间上也要求比较紧,为了确保准确无误, 也为了给小乔一个多核基层接触的机会,我建议让小乔亲自带队去搞。 毕竟小乔之前一直跟着老安,对基层缺乏真正的了解,让他利用这机会实践一下,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利的。 张海涛眨眨眼,洛飞这话虽然是建议,但似乎是不容反驳的,从他说的理由上,似乎过得去, 只是,他真的是为了锻炼桥梁吗?他有那么好心吗? 张海涛一时没揣测出洛飞的用意,也来不及多想,于是点点头,可以。 洛飞又到我记得秘书一科有一个新考进来的年轻人,面试笔试都是第一,叫什么来着? 薛源 张海涛道 哦对,叫薛源 洛飞点点头,听说这年轻人毕业于京城名校,能以如此优异的成绩考进来,应该是有些本事的吧。 张海涛笑了下虽然成绩很优秀,但年轻人毕竟还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锤炼的。 张海涛这话正中洛飞吓怀,他点点头对对,我们需要多给年轻人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 我看这次调研,不妨让薛源也参加,正好让小乔代代他。 张海涛又眨眨眼,嗯? 此次调研,洛飞为何安排得如此细致? 这些不需要他操心的呀。 张海涛直觉这似乎有些不大正常,但却又想不出原因。 似乎猜到了张海涛的心思,洛飞到我主持工作后,对伪伴那边的人,特别是普通工作人员的状况,不是很了解,为了今后更好开展工作。 我想,还是要多利用一些机会熟悉一下他们,摸摸底。 洛飞这理由似乎无懈可击,张海涛随即点点头,然后到洛市长还有什么指示? 洛飞皮笑肉不笑了一下海涛秘书长,作为市长,我只是你,似乎不大合适吧。 张海涛笑了下,但作为主持,你是合适的。 张海涛这话的意思很显然,我是江州老一的大管家,如果你只是市长不是主持,给我下指示,确实不合适。 洛飞从张海涛这话里,听出了某些意味,暗骂张海涛不时抬举,于是淡淡道,没事了。 这个,张海涛沉吟着,洛市长的用意,我一时也琢磨不透,在没琢磨透之前,你就全当是锻炼考验吧,对于洛市长让薛元参加调研,或许也是此意。 乔梁点点头,既然琢磨不透,那就只能如此认为了。 张海涛接着到老地,此次下去调研,我想除了你和薛元,再派一个人参加。 谁?乔梁问道,秘书一颗颗掌。 张海涛道,哦,乔梁眨眨眼看着张海涛,为什么? 张海涛微微一笑你是办公室分管领导,带队下去调研。 分管科室的负责人跟着不是很正常。 嗯,这倒也是。 乔梁点点头。 张海涛接着道而且,这也是为了确保调研任务的顺利完成,显出对洛市长安排工作的重视。 乔梁皱皱眉头秘书长,我怎么觉得你这理由貌似有些牵强呢? 这个调研,别说薛元跟着,就是我自己都可以完成的。 张海涛笑了下老弟,人多了没有坏处的,最起码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按时搞完调研。 那好吧,乔梁点点头,我这就去通知他们,下午就出发。 然后,乔梁就出去了,张海涛点燃一支烟慢慢抽着,眉头微微皱起。 当天下午,乔梁就带着秘书一颗科长和薛元出发下去搞调研,根据调研的要求,先去松溪县。 昨晚,赵小阳单独约薛元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赵小阳告诉薛元,明天他要跟着乔梁下去调研。 得知此事,薛元心里是很不乐意的,因为他对乔梁是既恨又怕。 随即赵小阳交代给薛元一个任务,要薛元在调研期间密切监视着乔梁的一举一动,随时给他汇报。 薛元当即意识到乔梁的此次调研可能不寻常,里面应该有什么道道。 但赵小阳除了给自己交代这任务,什么都没说,他自然也是不能多问的。 一晃三天过去,调研进行得很顺利,按照计划,明天再进行一个上午的调研,就可以打到回府了。 第二天早饭后,乔梁他们继续调研,快到中午的时候,全部调研任务圆满结束。 乔梁松了口气,接着坐车去县招待所,准备吃完午饭就往回返。 到了县尾招待所贵宾楼前,乔梁他们下车,正准备往里走。 这时,停在旁边的一辆黑色面包车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几个穿黑西装的平头男子,面无表情向他们走来。 看着这几个人,乔梁认得他们,正是东的人,领头的那个中年男子是仪式的主任。 平时和他在大院里上下班经常见面打招呼,虽然没有什么私交,但关系还算和谐融洽。 看到他们,乔梁笑了下,冲仪式主任招招手嗨,老兄,来这里出差的。 仪式主任不苟言笑走过来,声音低沉到你是不是伪伴副主任乔梁。 乔梁一愣,我靠,废话,大家经常见面,你明明认识,还问啥呀? 乔梁接着一皱眉老兄,怎么了? 仪式主任继续不苟言笑回答我,你是不是伪伴副主任乔梁。 乔梁哭笑不得,点点头是,是我,我是伪伴副主任乔梁。 接着仪式主任从口袋里掏出证件,在乔梁眼前一亮,严肃到纪委仪式办案,乔梁。 按照有关领导指示,按照有关纪律规定,我们要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跟你谈话。 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听这话,乔梁顿时猛逼,此时,乔梁脑子蒙蒙的,你妈,老子出什么事了? 接着仪式主任手一挥,几个黑西装男子随即过来,簇拥着乔梁就往面包车前走。 乔梁下一时想挣扎,怎奈挟持自己胳膊的两个男子很有力。 自己一时竟无法反抗。 接着乔梁被挟持着上了面包车,其他人也随后上车,车门重重拉上,随即启动离开了招待所。 目瞪口呆的一颗颗掌,这时回过神,第一反应是要把此事给张海涛汇报。 薛远此时回过未来,转转眼珠,想到此行赵小阳给自己安排的任务,似乎明白了什么。 心情在紧张的同时又感到激动,在激动的同时又涌出几分兴奋,面包车拉着乔梁一路往北,直奔江州。 但想到仪式主任说的,按照有关领导指示,乔梁第一个想到了郑时东,没有郑时东的批准,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 那么,郑时东又是奉了谁的指示?是他擅自决定这样做的,还是乔梁此时脑子蒙蒙的,一时有些混乱? 乔梁此时无法知晓,在自己在外出差的这几天,江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正要下班的张海涛接到一颗科长电话,听他汇报了乔梁突然被带走的事,感到十分意外,又很震惊,此时他事先没有任何觉察。 片刻,张海涛冷静下来,口气平淡地告诉一颗科长,说此事自己知道了,让他和薛元结束调研,就回江州。 挂了一颗科长的电话,张海涛沉思片刻,接着又摸起电话,乔梁被直接带到了位于江州郊区的办案基地,被带进了一个封闭的房间。 这房间里的摆设和上次自己被张林带进的房间相似,虽然是白天,但厚厚的窗帘拉着。 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雪亮射灯刺眼的灯光,对面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办案人员, 他们中间的座位空着。 这两个办案人员此时沉默不语。 仪式主任此时正在外面给郑士东打电话汇报,说把桥梁带回来了。 郑士东沉默片刻,道,按正常程序开始谈话,好好对他,不得威胁威逼,不得恐吓诱导,更不得搞精神折磨。 仪式主任答应着,又为难道,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什么都不交代呢? 这案子是你在办,这种问题你需要问我吗? 郑士东不耐烦道。 仪式主任一时感到发猛,似乎,对桥梁这个案子,郑士东的态度很暧昧,只是很模糊。 如此,按郑士东的态度,按目前掌握的情况,这案子办起来是很有难度的。 但郑士东既然如此说,仪式主任也不好再多问什么,答应着挂了电话,琢磨了片刻,点点头,嗯,这样搞。 然后仪式主任进了房间,在中间的位置坐下,对旁边的人道,给他倒杯水,哦不,泡杯茶,泡我带的好茶。 旁边的人一愣,我擦,被调查对象是从来没有这等待遇的。 主任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对桥梁这么优待? 看他发愣,主任脸一沉,没听到我的话。 哦,好好。 他忙答应着去泡茶。 主任接着站起来,走到桥梁旁边,从身上摸出一支烟地给桥梁,温和道,瞧主任,抽支烟。 桥梁抬头看看他,接过烟,接着主任掏出打火机,啪,点着,凑到桥梁嘴边。 旁边的人又呆了,我靠,主任不但称呼桥梁植物,还亲自给他点烟。 这被调查对象的待遇实在太高了,以前可从来没见到过。 桥梁点着烟吸了两口,然后主任回去坐下。 这时旁边的人把泡好的茶递给桥梁,他很有眼头, 看主任对桥梁不错,也和气道,桥主任,请喝茶。 谢谢。 桥梁接过来喝了两口,然后仪式主任让手下关了射灯, 拉开窗帘,和颜月色对桥梁道, 桥主任,今天我们带你来,是奉命行事,是有点事情要问你。 桥梁柔柔被射灯照得冒金星的眼睛, 适应了一下视线,然后看着主任,平静道, 有什么事情,问吧。 这个,主任笑了下,既然我们带你来,那就一定是有原因的。 至于什么事情,或许你心里是有数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谈吧。 主任这话很圆滑,又很狡猾。 桥梁此时心里很镇静,也笑了下,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违规的事情, 所以,也不知该主动谈什么,既然你说带我来是有原因的, 那不妨你说下这原因。 呵呵,主任又笑了下,这原因嘛,按规定暂时不能告诉你, 桥主任如果一时想不出来,那可以慢慢想的。 行,既然你如此说,那我就慢慢想。 桥梁边抽烟边喝茶,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 看桥梁这样,主任似乎并不着急,也泡了一杯茶, 点着一支烟,坐悠然状边抽边喝起来。 看主任这样,旁边两个办案人员心里直犯嘀咕, 爱马,现在这架势,哪里像是办案,倒像是熟人见面喝茶啊, 但虽然像是熟人见面喝茶,大家却都不说话,都保持着沉默。 这沉默让人感到几分诡异,沉默就一直这么沉默着。 此时,郑士东下班后没有离开办公室, 正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着,心里烦躁又不安。 今天对桥梁采取行动,是郑士东极不情愿但又无奈做出的决定。 今天早上上班后不久,洛飞就打电话把郑士东叫到了办公室, 交给他一封举报信,说是他刚收到的。 郑士东接过信一看,心里顿时一惊,这是一封命名举报信, 信里的内容是检举桥梁受贿的。 揭发桥梁在安哲离任前,受某一企业老板委托, 答应为那老板在企业用地审批方面找安哲帮忙,作为回报。 那老板送给桥梁一笔巨额报酬,那报酬是一百万, 是用一个精致的密码箱装着送给桥梁的。 虽然这匿名信里没有说这企业老板是谁, 但却详细提供了桥梁收质钱的实践,地点和具体数目, 甚至还配着那装钱的密码箱清晰图片。 郑士东看到这匿名信吃惊,并不仅仅因为桥梁, 而是他意识到,既然这匿名信里说桥梁收这钱是受人之托找安哲帮忙, 那么,一旦搞大,不管是真是假, 势必会牵连到已经离开江州的安哲。 这种事,坊间可是都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 如果桥梁真有此事,即使安哲因为离任太突然不晓得此事, 那也会让他很不利索,会给他带来相当的负面影响, 这年头,秘书出世,牵出领导的案例,比比皆是。 至于桥梁,那更不用说,不但会毁了一辈子的前程, 还会锒铛入狱,起码要在监狱里待上十年八年。 但,凭着对安哲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感情, 凭着对桥梁做事做人的了解, 郑士东下意识就不愿意相信这是是真的, 何况这是匿名举报, 何况这匿名举报信里连行会人的单位姓名都没有, 完全可以按照以往的惯例,不予调查。 郑士东当然明白洛飞叫自己来给自己看这匿名信的用意, 这种可以用来打击安哲干掉桥梁的机会, 他是当然不会放过的。 但因为郑士东内心的倾向, 他还是不想碎了洛飞的心意, 于是说这匿名信的线索太模糊, 达不到立案调查的标准。 郑士东这么一说,洛飞脸就拉下来了, 不音不扬地对郑士东说, 之前举报姚健的匿名信, 线索不是比这更模糊, 那匿名信你都可以调查, 为何这个就拿出这理由了? 莫非是因为举报姚健的匿名信是安哲批的你就重视, 这个是我转给你的, 你就可以置之不理, 难道你眼里只有安哲, 对我这主持不放在眼里? 洛飞这大帽子一戴, 郑士东有些招架不住了, 他意识到, 洛飞是在用这个强压自己, 洛飞要调查此事的决心, 是在必行无可阻挡。 接着洛飞又说他, 之所以想调查此事, 并没有任何个人私心, 他一直是很欣赏乔良的, 也非常尊重安哲, 从个人感情出发, 他是很不愿意, 不相信乔良会有此事的。 但正因如此, 才要本着对桥梁负责, 对安哲负责的态度, 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没有此事, 则正好还了桥梁的清白, 也凸显出安哲的高大形象, 显出他对身边人管理的严格。 对洛飞这听起来 道貌黯然正义正气的理由, 郑士东虽然感到肉麻, 但却找不出理由反驳。 面对洛飞的软硬兼施, 郑士东经过一番快速权衡, 答应了洛飞。 看郑士东服软, 洛飞心里得意, 接着说为了防止托尼带水打草惊蛇, 建议不要先搞什么外围摸牌了, 立刻对桥梁采取相关措施, 免得夜长梦多。 看洛飞如此迫不及待, 郑士东感觉这有些不妥, 因为毕竟线索还不是很明确, 证据还不确凿, 这样做有违办案规定。 不过, 郑士东又知道, 此时和洛飞对着干, 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郑士东快速斟酌一下, 随即痛快答应下来。 郑士东之所以如此痛快答应洛飞, 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 如果桥梁真有事, 那是他就由自取, 谁也帮不了他。 但如果反之, 那么, 正好可以借此大张旗鼓, 还桥梁清白, 顺而借是打造桥梁的好名声,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桥梁以后再有此类祸端, 对安哲也可以有个交代。 在洛飞的步步紧逼下, 出于这种考虑, 郑士东回去后立刻派一事主任, 带人赶赴县里, 把桥梁带到了办案基地。 但虽然把桥梁带回来了, 郑士东却又因为内心的主观倾向, 不想让手下对桥梁采取某些过度措施, 于是对仪式主任的情势给予了爱, 媚儿含糊的态度。 此时郑士东之所以烦躁不安, 一方面是他担心桥梁真的有事, 那不但会毁了桥梁自己, 还会连累安哲, 从对安哲的个人感情出发, 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 不管桥梁有没有事, 自己在洛飞的硬压下 把此事搞到这程度, 势必会在体制内引起轩然大波, 不但江州体制内很快会传开此事。 远在黄源的安哲也必定会很快知晓, 一旦安哲知道此事, 不知会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会不会误解自己什么? 一想到这, 郑士东忍不住有了给安哲打电话 汇报此事的想法, 几步走到办公桌前, 一把摸起话筒, 刚要拨号, 心里又一个机灵, 不由停住。 此时郑士东又想到了洛飞, 想到了洛飞背后的关心民, 想到了安哲离开江州, 是关心民做出的决定。 如此想着, 郑士东不由犹豫不决, 反复思量半天, 长叹一声, 放下了话筒, 乔梁出事的消息。 当天下午就在江州体制内转开了, 因为乔梁的特殊身份, 一时体制内炸开了锅。 大家私下议论纷纷, 带着各种心态和揣测, 有的吃惊, 有的怀疑, 还有的幸灾乐祸。 楚衡对此事保持着冷静的心态, 虽然他下午因为工作上的事, 去了洛飞办公室, 但丝毫没有提及, 似乎他根本就不知道此事。 既然楚衡不提, 洛飞当然也不会主动说。 在洛飞看来, 虽然楚衡和乔梁私交不错, 但楚衡更多是想利用乔梁 是安哲秘书的身份 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 现在安哲走了。 乔梁的作用大大降低, 甚至对楚衡来说, 乔梁已经没有了多大的利用价值。 特别是, 楚衡是明白自己很憎恨乔梁的, 知道乔梁出事是自己乐意看到的, 以他的智慧, 他绝对不会为了乔梁 做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事。 如此, 对于乔梁出事, 楚衡在自己面前 不会表现出热心的关注, 更不会亲力帮忙。 对洛飞此时的心思, 楚衡是多少能意会到的? 其实他现在想的并不是乔梁 到底有没有问题, 而是在琢磨此事是谁搞的, 搞这个的目的又是什么? 此时, 徐鸿刚的内心则感到震动, 安哲刚掉里, 乔梁就出了事, 而且这是出得还不小。 一旦办案人员坐实乔梁 真的有问题, 那么, 对乔梁来说,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而同时, 这也似乎会对安哲 有某种不利的影响。 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事, 徐鸿刚不由要多想, 细细琢磨一番, 他似乎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这意识让徐鸿刚心中不由一耸。 同时, 按徐鸿刚对乔梁的了解, 他觉得, 乔梁应该不会有这事, 但既然洛飞接到了举报 批给了郑士东, 那自然还是要查的。 此时, 徐鸿刚在感到震动的同时, 内心又充满矛盾, 一方面, 从和乔梁的个人感情触发, 从乔梁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触发, 他是不愿意乔梁出事的。 但另一方面, 徐鸿刚却又想起了叶欣怡, 如果乔梁真的有事, 那么, 叶欣怡自然和乔梁不会再有戏。 如此, 自己和叶欣怡,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 徐鸿刚带着矛盾而骚动的心情, 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此时, 在黄园, 江东省商业集团董事长办公室, 安哲在不动声色注视着江州。 张海涛得知乔梁出事后, 第一时间给安哲打电话做了汇报。 听张海涛说了此事后, 安哲此时的心情平静而淡定, 在这平静淡定中, 他想到了很多。 沉思良久, 安哲摸起桌上的电话开始拨号, 片刻道, 李总裁, 是我, 安哲。 此时, 在办案基地的房间里, 乔梁在继续抽烟喝茶, 仪式主任安静地陪着他, 旁边两个手下晕呼呼坐在那里。 乔梁一直保持着沉默, 仪式主任也保持着沉默, 他急剧耐心, 似乎只要乔梁不开口主动说, 他就会这么和乔梁一直熬下去。 换了以往, 如果今天面对的不是乔梁, 他是不会有这耐心的, 但因为领会到郑士东某些含糊暧昧的态度, 他决定如此。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 到了下午下班的时间, 乔梁看看外面的天色, 打破了沉默, 对仪式主任道, 要下班了了。 仪式主任点点头, 是的, 到下班时间了。 你们老这么陪着我, 我很过意不去。 乔梁道, 仪式主任笑了下,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是没有什么上下班之分的。 乔梁也笑了下, 这么陪下去, 你们会很累的, 我也累。 没办法, 只能如此, 乔主任就先受点委屈吧, 我待会让他们把饭菜送过来。 仪式主任道, 嗯, 行, 最好再送一瓶酒来, 我们一起喝。 乔梁道, 仪式主任皱皱眉头, 那可不行, 被上面知道, 我要挨批的。 好吧, 那就不喝了。 乔梁道, 多谢理解, 仪式主任刚说完这话, 手机响了, 他看了下来电, 郑士东打来的, 接着站起来出去接电话。 什么情况? 电话刚一接通, 郑士东就问道, 此时仪式主任不知道, 郑士东正在洛飞办公室, 是洛飞把他叫来问调查情况的。 仪式主任接着给郑士东做了汇报, 听他说完, 郑士东暗暗松了口气, 挂了电话, 接着对洛飞道, 调查了一个下午, 乔梁什么都没有交代。 嗯, 洛飞皱皱眉头, 你们是怎么调查的? 怎么工作效率这么低? 郑士东道, 我们就是按调查流程进行的, 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 乔梁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 一直保持着沉默。 洛飞哼了一声, 既然有人举报, 他不说就行了, 你们除了询问, 就不会采取别的措施。 别的措施, 你觉得我们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郑士东道, 士东同志, 这是你们的事情, 这个你需要问我吗? 洛飞不快道, 郑士东笑了下, 你是领导, 工作上的事情, 我当然要向你请示。 洛飞意识到, 郑士东虽然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 但他在消极对待, 似乎在给自己耍滑头。 对此, 洛飞是有心理准备的, 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一张王炸, 只要这王炸一出, 桥梁再狡辩都没用, 再沉默也白搭, 任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现在, 到了该出这王炸的时候了。 于是洛飞道, 既然你请示我, 既然桥梁一直不交代, 那是不可以一直这么拖下去的。 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所以, 我建议, 立刻安排人做两件事。 第一, 调查桥梁的个人账户, 正是东打断洛飞的话, 这个我下午已经安排人查了。 桥梁的个人账户很清白, 除了工资收入, 没有任何其他异常资金来源。 洛飞心里一声冷笑, 这个在他意料之中,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 只不过是为第二打掩护。 洛飞点点头, 既如此, 那很好, 那就马上做第二件事, 根据相关办案流程, 搜查桥梁的办公室和宿舍。 正是东心里一顿, 他已预料到洛飞可能会说这话, 现在果然说出来了。 如此, 既然洛飞说了, 那自己当然要执行, 毕竟这也符合办案规矩。 当着洛飞的面, 正是东立刻安排了此事。 然后洛飞叹了口气, 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桥梁真的有事, 想必他现在的状态也很不好。 想到桥梁出了事, 可能会牵连到老安, 我心里是十分不安的。 这样吧, 我现在去办案基地看看桥梁, 你陪我一起去。 正是东眨眨眼, 接着点头, 好。 然后洛飞和正是东一起出了办公室下楼, 边往外走, 正是东边摸出手机, 发了一条信息。 此时乔梁和仪式主任他们刚吃完晚饭, 仪式主任的手机信息提示音响了。 他掏出手机看了下, 接着神色微微有些紧张, 对手下道, 收拾一下, 按规矩来。 手下一听, 忙开始动作, 重新拉上厚厚的窗帘, 接着把射灯打开照着桥梁, 然后他们板板正正坐在桌前, 神色严肃看着桥梁。 一看他们这动作, 桥梁意识到有人要来, 只是不知谁过来。 过了一会, 一阵脚步声传来, 接着门被推开, 正是东出现在门口, 身后站着洛飞, 仪式主任他们忙站起来恭敬打招呼, 正是东冲他们摆摆手, 示意他们坐下, 然后看着桥梁, 口气严肃道, 桥梁, 洛市长亲自来看你了。 桥梁转过头, 看到洛飞慢悠悠走进来, 桥梁目不转睛看着洛飞, 心里寻思, 尼玛, 自己的事为何惊动了洛飞? 难道对自己的调查是他批给正是东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就是洛飞手里掌握了自己的什么东西, 这东西会是什么? 莫飞也是像姚剑那样, 他接到了有人举报自己的信, 如果是的话, 这信是匿名举报还是实名? 内容又是什么? 如果是实名, 又是谁为何而举报的? 举报人的目的是什么? 此时, 因为事发突然, 桥梁除了胡乱猜测, 脑子里没有任何明晰的判断。 洛飞背着手, 不紧不慢走到桥梁跟前, 居高临下俯视着桥梁, 脸上带着莫测的表情。 桥梁仰脸看着洛飞, 想从他的细微表情里看出什么, 只是, 什么都看不出。 此时, 面对桥梁, 洛飞心里是得意而快意的, 在这极度舒畅的心情之下, 洛飞嘴角不由露出隐隐的一丝笑意。 桥梁注意到了洛飞这细微的表情, 暗暗思存着。 看桥梁一直盯着自己, 洛飞迅速引去笑意, 表情严肃地看着桥梁, 桥梁, 作为组织中人, 你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组织和你的谈话, 要摆正心态, 要实事求是, 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你的问题。 桥梁点点头, 洛市长, 对组织和我谈话, 我是很严肃对待的, 我的心态也很端正, 只是, 我现在脑子里一团雾水, 不知该交代什么问题。 洛飞皱皱眉头, 交代什么问题, 你做过什么, 心里应该有数, 这个你何须问我。 但我现在心里没有数, 因为我没做过什么违规违纪的事情, 所以, 我想, 或许您可以给我一点提示。 桥梁道, 洛飞哼笑一声, 白白手, 桥梁, 很遗憾, 我无法给你任何提示, 既然办案人员把你带到这里, 既然组织决定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跟你谈话, 那就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 我劝你做个明白人, 不要因为一时糊涂酿毁了自己的前程, 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洛市长, 您说的一时糊涂和侥幸心理是什么意思? 桥梁道, 什么意思你自己去琢磨? 我今天之所以亲自来看你, 是因为你是老安的前秘书, 是因为我想挽救你, 如果你执意一条道走到黑, 对抗到底, 我想, 后果是很严重的。 洛飞道, 感谢洛市长得好意, 我不想对抗, 我很想配合, 但我什么事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配合? 乔梁两手一摊, 洛飞低头俯视着乔梁, 嘴角带着讥讽的笑, 乔梁, 你真的认为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吗? 对, 乔梁毫不犹豫点点头, 如果组织上查出, 我有任何违规违纪违法的事, 我甘愿接受任何处罚和处理。 乔梁, 你这话可是一点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啊, 我劝你还是三思, 还是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和前途, 毕竟你还年轻, 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 我实在不愿看到你因为一时的冲动和鲁莽, 而酿成无法收拾的严重后果, 哎, 老安刚走你就出了这种事情, 我实在意外吃惊, 心里实在感到痛心惋惜, 这让我以后见了老安, 怎么给他交代啊, 洛飞边说边做痛惜状叹息, 听着洛飞这话, 乔梁感到一阵阵恶心, 麻痹, 细精, 真会演, 你这表演的功夫不去当演员, 真的可惜了。 乔梁毫不客气道, 落实, 张, 听您这话, 似乎您认定我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 在调查人员还没拿出结果之前, 您凭什么如此肯定? 莫非您认为, 只要您认定的是, 不管有没有, 都必须有, 不管是不是, 都必须是, 对不对? 这, 被乔梁这么疑问, 洛飞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乔梁这话很毒, 他分明是在暗示自己有插手办案左右案情的意思, 这帽子自己可不能戴。 听乔梁这话, 郑士东心里暗暗快意, 乔梁反击洛飞的话很犀利, 戳中了洛飞的短处, 但郑士东又暗暗担心, 因为他不知道对乔梁办公室和宿舍的搜查结果会是什么, 会不会真的查出什么? 这年头, 在体制内想要做到真正清白是很难的, 特别乔梁是安哲的前秘书, 想巴结攀附他的人排成对, 难保不会有人给他送东西, 而且只要送, 价值肯定不会小了。 郑士东一会看看乔梁, 一会看看洛飞, 心里不安地等待着搜查人员的结果汇报。 洛飞在短暗的尴尬之后, 接着恢复常态, 笑了下, 乔梁, 我当然不会认为你一定有问题, 甚至, 在个人主观意愿上, 我希望你什么事情都没有, 希望你是清白无辜的, 我更不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干涉办案。 刚才我之所以那样说, 完全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毕竟, 我对你的个人能力是赏识的, 对你今后的成长和发展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听着洛飞假惺惺的话, 乔梁浑身起鸡皮疙瘩, 此时, 从洛飞的话里, 乔梁捕捉到了一些信息, 根据这信息判断出, 自己被带到这里, 不出意外, 应该是洛飞批示正式东干的, 而洛飞之所以这么做, 应该是他手里有关于自己什么问题的东西, 而洛飞这回亲自过来, 应该是他对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视, 想通过这种方式, 在某种形式上, 给正式东这边施加压力, 尽快把自己搞定, 把自己的问题做实, 如此, 他一方面终于可以把自己撂倒, 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 借搞自己, 间接打击安折的意图, 从洛飞此时的口气和态度看, 虽然自己目前什么都没交代, 但他似乎对撂倒自己很有把握, 这是为何, 难道洛飞还有后手, 难道这后手足以坐实自己有问题, 足以让自己跳进黄河喜不清, 如此一想, 乔良心里感到严峻, 尼玛, 难道在自己出差的这几天, 有人暗中策划了针对自己的阴谋, 想到这一点, 乔良心里一紧, 麻痹, 谁在暗算自己, 暗算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又是如何暗算的, 根据洛飞今天的表现, 乔良第一个就怀疑洛飞, 他最有这个可能, 也有实施的便利条件, 当然, 如果洛飞想暗算自己, 他不会亲自动手, 但他可以只使人具体操作这事, 而他, 只需要打着堂而皇之的工作名义, 光明正大配合一下, 就可以实现目的, 想到洛飞和安哲之前的关系, 想到洛飞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憎恨, 想到前几天, 自己刚和赵小阳发生了冲突, 乔良不由觉得自己的分析很有道理, 如此, 此次洛飞点名, 让自己带队下去调研, 似乎也是有用意的, 只有把自己调离江州, 才能顺利实施对自己的暗算, 而洛飞又点名让薛元跟着, 薛元这几天对自己几乎寸步不离, 似乎也是这和有关, 这说明薛元已经暗中投靠了洛飞, 或者已经进入了洛飞的圈子, 此次他跟着自己下去, 目的是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 确保暗算行动的顺利实施, 这样想着, 乔良心里渐渐有了头绪, 不由高度紧张起来, 麻痹, 既然自己被暗算, 那暗算之人必定事先有精心的策划, 必定会预料到自己会什么都不交代, 如此, 暗算之人必定会有强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有问题, 这时乔良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 一旦强力的证据出现, 自己什么都不交代是没有用的, 还会被扣上顽固对抗的帽子, 乔良顿时感到了高度的严峻, 甚至心里涌出巨大的恐惧, 在这种严峻和恐惧下, 乔良脸上不由有些紧张的神情, 看到乔良这神情, 洛飞暗笑, 小子, 等着, 很快你就要完蛋, 到时你哭都找不到地方, 这时正是东的手机响了, 他掏出手机一看来电, 接着干脆道, 讲, 大家都看着正是东, 他边听电话边点头, 然后道, 先不要打开, 带到办案基地来, 然后正是东挂了电话, 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不祥预感, 表情严肃地看了乔良一眼, 然后对洛飞道, 他们在乔良办公室没找到什么东西, 但是却在乔良宿舍搜出了一个密码箱, 这密码箱的外观和举报信里提供的图片一模一样, 洛飞也表情严肃地点点头, 等那密码箱送到这里来, 当场打开,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乔良这时发猛, 麻痹, 他们搜查自己办公室和宿舍了, 而且还在宿舍里搜出了一个密码箱, 这问题大了, 谁知道密码箱里装的什么东西, 乔良盲对正是东道, 正书, 记,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乔良, 正是东打断乔良的话, 目光犀利地盯着他, 口气严厉道, 我在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有没有违规违纪的问题? 没有, 绝对没有, 乔良毫不犹豫摇头, 那这个密码箱是怎么回事? 正是东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乔良干脆道, 你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吗? 正是东继续道, 能, 我对自己说的话负完全的责任, 乔良力所道, 正是东目不转睛看着乔良, 乔良目光坦然地对视着他, 正是东看了一会乔良, 接着重重呼了口气, 然后看了洛飞一眼, 洛飞微微发出一声冷笑, 不大一会, 房门被推开, 一个工作人员提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密码箱进来, 看到这密码箱, 洛飞心里一喜, 爱马, 王炸来了, 这王炸可是一枚重磅炮弹, 足以把桥梁炸得稀巴烂, 工作人员对正是东道, 正书记, 这是在桥梁宿舍客房的书柜里发现的, 根据您的指示, 我们没有打开, 正是东点点头, 接过密码箱, 颠了颠, 有些重量, 然后正是东把密码箱放到桌子上, 接着转头看着桥梁, 桥梁, 这个密码箱是在你宿舍里找到的,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桥梁此时脑子萌萌的, 使劲摇头, 我宿舍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密码箱,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这密码箱绝对不是我的, 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洛飞冷笑一声, 搞错了, 桥梁, 你这话的意思, 莫非是认为办案人员在故意陷害你? 桥梁又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行了, 洛飞打断桥梁的话, 桥梁啊桥梁, 事到如今你还死不改悔, 实话告诉你, 办案人员之所以带你来这里, 就是因为有人举报你收了某企业老板的一个密码箱, 而这密码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桥梁直勾勾看着洛飞, 不说话, 正使东心里一声叹息, 看着桥梁, 桥梁,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老实交代, 这密码箱是谁送给你的? 送的目的是什么? 里面装了什么? 树木多少? 桥梁正正看着那密码箱, 浑身发麻, 心里突然涌出一阵巨大的恐惧, 此时桥梁意识到, 不出意外, 这密码箱里应该是钱, 以这密码箱的体积, 装一百万没问题, 麻痹, 一百万啊, 这可是从自己宿舍发现的, 证据确凿, 即使自己咬死不承认也没用, 最起码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罪状足以让自己彻底覆灭, 不但虔诚尽毁, 而且还要蹲大牢, 这暗算太狠辣歹毒了, 这是要把自己置于死地永远不得翻身的节奏啊, 桥梁紧紧咬住牙根, 正是东的话自己是无法回答的, 在巨大的恐惧之下, 桥梁突然感到强烈的愤怒, 这愤怒让他不由倔强, 不由挺直了腰杆, 一字一顿道, 我桥梁再次重申, 我什么问题都没有, 关于这个密码箱, 我什么都不知道, 更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桥梁,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洛飞叹息着, 接着冲正是东点点头, 打开, 正是东冲一事主任点点头, 他走到桌前, 熟练地操作了几下, 随即打开了密码锁, 然后缓缓打开箱子, 正是东紧紧盯着箱子, 此时, 虽然他知道这箱子里应该是一百万, 但心情还是很紧张, 洛飞也看着箱子, 此时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他当然知道这箱子里是满满的钱钱, 付出一百万搞死桥梁打击安折, 这代价值, 太值了, 此时, 在场的办案人员也都毫不犹豫认为, 这箱子里一定是举报信里说的那钱, 此时, 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是决定乔良命运的最后时刻, 此时, 乔良也认为这是自己的最后时刻, 这时刻充满阴冷和黑暗, 感觉不到任何一丝温暖, 看不到任何一线希望的曙光, 乔良内心异常紧张, 不想也不敢看那箱子, 他低下头, 狠狠攥紧拳头, 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绝望, 这愤怒让他极度憋门, 这绝望让他心如死灰, 乔良突然听到大家不约而同, 发出惊奇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 乔良不由抬起头, 仪式主任和几个办案人员 脸上都带着意外的神情, 郑士东的表情除了意外, 还有几分说不出的意味, 而骆飞则嘴巴半张, 眼神直勾勾看着箱子里面, 带着难以置信的恶然表情, 啊, 哎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成了这样? 见鬼了? 活见鬼了? 骆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巨大的意外和吃惊中, 心里一遍遍问着, 看他们这神情, 乔良觉得奇怪, 站起来走到桌子跟前, 往箱子里一看, 卧槽, 卧槽卧槽, 箱子里哪有什么钱, 都是书, 都是自己放在书柜里的书, 啊, 哎啊, 乔良当时发晕, 爱马, 乔良随即身心都感到了巨大的轻松, 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 你妈, 不管是怎么回事, 这箱子里是书不是钱, 老子得救了, 此时乔良不及想, 为何会发生这匪夷所思的逆转, 目光直直地看着骆飞, 此时骆飞的表情依然恶然, 恶然中带着无法掩饰的失落和恼羞, 这让乔良感到快意, 快意中又迅速做出判断, 此时极大可能和骆飞有关, 骆飞非常有可能是陷害自己的幕后黑手, 这让乔良感到愤怒, 愤怒中又阵阵惊惧, 还有几分懊恼, 麻痹, 自己如此精明, 竟然被骆飞神不知鬼不觉下了手, 而且还差点成功了, 骆飞这时看到了乔良直直看自己的目光, 心里一颤, 接着迅速调整了一下, 神情快速恢复正常, 深深而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脑子快速琢磨着如何应对随后的事态, 郑史东这时也回过神, 虽然他感到十分困惑, 但却大大松了口气, 心里感到阵阵安慰和欣慰, 看乔良直勾勾看着骆飞, 郑史东心里想笑, 煮熟的鸭子飞了, 以乔良的另类性格, 他必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如果乔良一旦发飙, 看骆飞如何收场, 虽然对乔良的调查是郑史东安排进行的, 但此时, 郑史东却有一种旁观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 骆飞快速想好了对策, 瞪眼看着仪式主任, 口气严厉道, 你们是怎么搞的? 我, 我们, 仪式主任此时正在发猛, 面对骆飞如此的责问, 一时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嘛, 什么怎么搞的? 我们是按照领导指示在工作, 我们有什么错? 骆飞接着继续用严厉的口气道, 没有明确的线索, 没有确凿的证据, 谁批准你们擅自对乔良同志采取这种措施的? 我, 仪式主任顺时猛逼, 卧槽, 谁批准的? 当然是你, 不是你批示给老郑, 老郑又安排自己这么干的吗? 怎么到了这种时候, 你装作没事人一般, 斥责起我们来了? 虽然很憋屈, 仪式主任却不敢反驳, 既不能说是骆飞批准的, 也不能说是正式东安排的, 只能硬着头皮癌训, 骆飞接着大手一挥, 生气道, 胡闹, 简直是胡闹, 因为一箱书, 就随意对一名副处级干部采取调查措施, 乱弹琴, 你们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思想一时有问题, 工作方法更有问题, 你们必须对此做出深刻反省反思, 仪式主任心里更憋屈了, 靠, 一出问题, 全就推给下面, 你嘛, 你这是什么鸟主持, 这不是耍无赖吗? 但虽然如此, 仪式主任还是不敢辩解, 低头不语, 看洛飞这架势, 看自己的部下被洛飞如此无理斥责, 正是东心里很不满, 又明白洛飞是在甩锅, 他要把此事关于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而洛飞之所以敢如此嚣张, 自然是有他的底气, 这底气自己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对抗的, 正是东略一沉思, 道, 洛市长, 此事不能怪他们, 是我安排他们这么干的, 你要批评, 就先批评我吧, 正是东这话, 让仪式主任他们感到宽慰, 到底是自己的领导, 知道在自己被无理责难的时候维护公平公正, 听正是东这么说, 洛飞当然不能批评他, 此事是怎么起来的, 两人都心智肚明, 如果自己真把正是东惹急惹火了, 如果他当众揭穿此事是自己硬压的, 还真不好下台, 无法收场, 而正是东此时这么说, 显然也带有维护自己面子的意味, 而正是东在维护自己面子的同时, 显然也在给自己传递一个含蓄示好的信号, 想到这里, 洛飞决定适可而止, 顺着正是东安好的梯子往下滑, 于是道, 是东同志, 这事以后我们慢慢交流, 正是东知道洛飞是在借泼下驴, 心里一声冷笑, 你嘛, 慢慢交流, 交流个屁, 接着洛飞对正是东道, 之前我就对你说过, 老安对身边人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这一点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在我看来, 乔良同志作为老安的前秘书, 作风一贯正派, 行为一贯谨慎, 得知乔良同志出了这种事, 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 果然, 正是东甘笑了一下, 接着点点头, 对对, 是的是的, 若是, 长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 那么, 现在既然是这种情况, 你看, 洛飞干脆道, 是东同志, 这是你们的工作, 我不干涉, 正是东又点点头, 洛飞显然只能也必须这么说, 既然他如此表态, 那自己就好办了, 正是东看着乔良道, 乔良同志, 今天对你的调查, 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的, 是我亲自安排的,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 我现在向你宣布, 第一, 对你的调查到此结束, 第二, 经过调查, 你没有任何问题, 你是清白的, 第三, 关于组织对你的调查, 虽然最后的结果证明, 你没有问题, 但既然我们接到了有关问题的举报和线索, 调查还是要进行的, 还是有必要的, 这是我们的职责, 也是合规的流程, 希望你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 从正是东这话里, 乔良隐约品出了一丝微妙的味道, 想了下道, 郑书记, 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感谢组织为我澄清了问题, 对组织对我的调查, 我高度尊重并信任组织, 心态一直很端正, 十分理解并接受, 没有任何怨言, 郑士东松了口气, 接着拍了下乔良的肩膀, 乔良同志, 明天我会安排人公开对你的调查结果, 会为你挽回因此造成的不良影响, 还有, 我想祝贺你, 顺利通过了一次考验, 郑士东这话里, 似乎别有异味, 而且, 郑士东在拍桥梁肩膀的时候, 稍微用了下力, 似乎在给桥梁传递什么信号, 桥梁感觉到了郑士东的别有异味, 点点头, 感谢郑书记, 既然调查结束了, 既然调查的结果证明我没有问题, 那我是不是现在就自由了? 对, 是的, 你自由了, 郑士东点点头, 洛飞此时八部的桥梁, 立刻从自己眼前消失, 随即和颜悦色道, 桥梁同志, 你现在可以走了。 桥梁看着洛飞一笑, 洛市长, 今天因为我的事, 麻烦您亲自过来, 我心里尾时过意不去, 不过我既然来了, 却也不急着离开。 洛飞听出桥梁的话里, 带着讽刺之意, 心里恼羞, 又听他不急着离开, 不由头疼, 你嘛, 这小子没事了还不走, 想干嘛? 如此一想, 洛飞心里不由有些戒备, 桥梁同志, 你不急着离开, 那是想, 桥梁道, 洛市长, 我有两个要求, 不知您是否答应。 要求, 洛飞心里微微一紧, 紧紧盯住桥梁, 你有什么要求? 郑士东和仪式主任, 他们也都看着桥梁, 不知桥梁要捣固什么事, 桥梁活动了一下, 身体, 不紧不慢道, 第一, 我宿舍里莫名其妙出现了一箱子书, 我想, 这一定是有人知道我喜欢读书, 所以悄悄送给我的, 想以书会友, 这是好事啊, 读书使人进步, 书中自有黄金屋, 如此, 我对那位做好事不留名的朋友, 是很感谢的, 很想知道他是谁, 以便日后报答, 所以, 我想请洛氏, 掌批准, 在江州日报上连续三天, 刊登一则寻人启事, 寻找这位不知名的好书友, 当然, 刊登寻人启事的费用, 最好公家报销, 实在不行, 我自费一半, 听桥梁这话, 郑士东和仪式主任他们哭笑不得, 我草, 都说桥梁另类, 果然如此, 这小子竟然会有这奇葩的想法, 洛飞被乔梁这话搞得有些猛逼, 你妈, 这是什么事, 这不是无厘头吗? 洛飞决定推给郑士东, 看着他道, 士东同志, 你认为乔梁同志的这个要求, 是否可以满足? 郑士东心里暗笑, 对桥梁道, 桥梁同志, 暗说你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呢,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不需要这么大张旗鼓, 既然有人想和你以书会友, 说不定改天他会专门去拜访你的, 既然桥梁如此说, 郑士东干脆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桥梁点点头, 既然正书, 既这么说, 行, 我听领导的, 然后正式东道, 桥梁同志, 你的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桥梁严肃起来, 各位领导, 此次的调查结果显然证明我桥梁是清白的, 但既然办案人员是接到有关举报和线索对我进行调查的, 那么, 则说明有人在训谋陷害我, 所以, 我严正要求组织为我做主, 为我主持公道, 查清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对我下黑手放冷气, 一听桥梁这话, 洛飞心里微微有些紧张, 这小子不肯善罢甘休了, 正式东看着洛飞, 洛市长, 此事请你批示, 正式东这话的意思很明白, 此事是你搞起来的, 解铃还须戏铃人, 既然你当初非要硬压我, 在线索并不明确, 而且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让我采取不是十分符合办案流程的方式, 直接对桥梁采取措施, 那现在你来收场吧, 洛飞觉察出了正式东心里对自己的些许不满, 也知道他虽然不满, 但却不敢和自己对抗, 略意沉思, 对正式东道, 从某种角度看, 我认为桥梁同志的要求是有些道理的, 此事你看着办吧, 洛飞把皮球又踢给了正式东, 他的态度很模糊, 既不同意也不否定, 让正式东看着办, 正式东明白洛飞这话的意思, 看着办就意味着应付, 意味着敷衍打发一下桥梁, 先把他糊弄过去, 以后不了了之就是, 在这世上, 正式东的脑子很清醒, 知道是不能和洛飞对抗的, 既然他把皮球踢给自己, 自己不能再踢回去了, 于是点点头, 好, 回头我考虑一下, 看他们在踢皮球, 桥梁心里发痕, 尼玛, 老子不能就此罢休, 于是道, 此事是关系到我本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如果事理解决不好, 那我, 话刚说到这里, 桥梁突然停住了, 因为他看到正式东背过身冲自己快速使了一个有力的颜色, 虽然桥梁话没说完, 这点是在上面根本就不算个事, 你反应上去, 上面还是要打回江州来处理, 江州是老子的天下, 能查出个屁, 还有, 你告诉安哲, 安哲现在大势已去, 他即使抓住不放, 又能奈我何, 而且, 正好可以借着这事在关心民跟前告安哲一撞, 说他袒护自己的前秘书, 说他离开江州了还插手江州的事情, 干扰江州的工作, 如此一想, 洛飞反倒希望桥梁这么做了, 洛飞正琢磨着说什么刺激的话让桥梁坚定这做法, 桥梁却迅速从正式东这有力的颜色中顿悟到了什么, 当时清醒过来, 顿了下, 接着道, 如果事理解决不好, 那我也绝对不会给领导添麻烦, 绝对不会越挤网上反应, 这点最起码的大局意识和组织纪律性我还是有的, 正式东松了口气, 不由暗赞桥梁这小子脑瓜反应神速, 如此快地转过弯领会了自己的暗示, 听完桥梁这话, 洛飞有些失望, 靠, 原来他是这意思, 这小子确实狡猾呀, 似乎他猜到了自己的心思, 洛飞接着点点头, 桥梁同志, 你有这觉悟, 有这大局意识和组织纪律性, 很好, 不过你放心, 士东说, 既一定会努力解决好这问题的, 洛飞继续往正式东身上踢皮球, 正式东心里按骂洛飞差劲, 觉得作为班子带头人, 能力大小姑且不论, 单看人品, 他就比安折差远了, 接着桥梁道, 各位领导, 既然这箱书是有人送给我的, 我可不可以带走? 正式东点点头, 当然可以, 桥梁过去在箱子里翻了下, 边翻边嘀咕, 这么多书, 我要有些时日才能看完, 一个人独享, 是不是太贪婪了, 大家都看着桥梁, 接着桥梁拿出一本书递给洛飞, 洛市长, 我送您一本吧, 您工作之余可以看看, 洛飞笑笑, 刚要表示一下感谢, 接着看到了书名, 顺时气歪了鼻子, 这本书名是, 小人是怎样练成的? 正式东和仪式主任他们也看到了书名, 顿时都憋不住想笑, 使劲忍住, 又觉得桥梁做事确实邪, 竟然给洛飞送这种书。 仪式主任和其他工作人都不由佩服桥梁的胆量, 换了自己, 打死也不敢的, 洛飞虽然很气愤, 但却又无法发作, 只能摆摆手, 算了, 我不要了, 还是留给你自己看吧。 这书我以前看过, 从中领悟到了不少东西, 相信您看的话, 也一定可以很有收获。 桥梁继续坚持, 洛飞愈发气愤, 靠, 这小子是故意要让自己难看。 但虽然气得肚子疼, 洛飞还是不能发作, 甘笑一下, 我对这本书没有兴趣, 既然你说看过, 而且领悟到了不少东西, 那可以再看一遍, 温固而知心吗? 那好吧, 既然您没有兴趣, 那我就自己留着了, 在看的时候, 我要认真做笔记, 争取学到其中的精髓, 以毒攻读, 以恶制恶, 防备被小人暗算。 桥梁说着把书放回去, 洛飞感觉桥梁这话, 似乎在抽自己耳光子, 暗暗咬牙, 暗暗发痕。 桥梁然后关好箱子, 提在手里颠了颠, 看着大家道, 这箱子要是装满钱的话, 你们猜会有多少。 大家都不说话, 心道, 尼玛, 一百万呗, 举报的就是这个数。 看他们不说话, 桥梁拍拍箱子道, 哎, 幸亏这里面装的不是钱, 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 不但我自己完蛋, 还给安叔记和关心爱护 我的各位领导脸上抹黑, 再次感谢组织,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 说完, 桥梁提着箱子扬长而去, 看着桥梁离去, 仪式主任他们小心翼翼 看着洛飞和郑士东, 洛飞强压住内心的 恼羞和困惑, 平静地对郑士东道, 士东同志, 我和你说过,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对于接到的有关问题的线索, 查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结束调查, 也是正确的, 总之, 查与不查都是对的, 郑士东从心里感到厌恶, 你嘛, 不管怎么说怎么做, 你都有理, 你都是对的, 就你这种人品, 作风和格局, 怎么配当班子带头人, 又怎么能领导好江州的工作, 此时, 虽然安哲刚离任不久, 但郑士东, 突然很怀念安哲, 很留恋跟着安哲工作的时光, 桥梁大步走出半岸基地, 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 桥梁仰望深邃的夜空, 深深呼了口气, 从中午折腾到现在, 在短短的半天里, 桥梁仿佛做了一场噩梦, 桥梁此时不再紧张京举, 却感到了巨大的困惑, 脑子里疑问重重, 因为这密码箱, 不知何故出现在自己宿舍, 因为本以为一箱子的钱成了书, 桥梁提着箱子往外走, 打算到路口打车回宿舍, 快到路口的时候, 马路对面停着的, 一辆黑色轿车大灯, 突然冲他闪了两下, 接着驾驶室车门打开, 一个人从车里下来, 站在车旁, 看到这稳健的身影, 桥梁再熟悉不过, 李有为, 桥梁心里一阵激动, 快步走过去, 走到车前, 桥梁刚要说话, 李有为沉声道, 先上车, 车子刚离开, 桥梁就迫不及待问李有为, 老板, 你怎么来了? 李有为边开车边道, 我今天正在临时出差, 接到老安的电话, 得知你突然出了事, 就紧急往回赶, 回到江州, 我直接来了这里, 安书记, 桥梁心里再次激动, 你把事情前后的经过, 和我说一下。 桥梁接着从洛飞点名, 让自己带队下去搞调研开始讲, 一直说到自己从办案基地出来, 详细过程都告诉了李有为, 到了宿舍门口, 关上门, 桥梁放下箱子, 刚要开灯, 啪, 沙发旁的落地灯突然亮了, 柔和的灯光下, 江秀秀正坐在沙发上, 看到江秀秀出现在这里, 桥梁感到意外, 秀秀, 你, 江秀秀站起来, 目光楚楚地看着桥梁, 轻声道, 乔哥, 我在等你,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接着江秀秀道, 乔哥, 我知道你一定会没有事,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出来, 江秀秀的声音不大, 但口气很肯定, 说完甚至还自信地笑了下, 桥梁走过去, 皱眉看着江秀秀, 秀秀, 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因为这是正好被我赶上了, 因为我在其中稍微操作了一下, 江秀秀道, 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乔梁愈发糊涂了, 猛猛看着江秀秀, 乔哥, 坐下, 先喝口茶, 江秀秀说完给乔梁泡上一杯茶, 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然后坐在乔梁旁边, 乔梁端起杯子喝了口茶, 转头看着江秀秀, 秀秀,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告诉我, 江秀秀点点头, 捋了下头发, 然后说起来, 江秀秀是昨天下午到江州的, 到市纪委办事, 下午没办完, 打算在附近的酒店住下, 今天继续办, 安顿好住宿后, 江秀秀就联系乔梁, 想和他一起吃晚饭, 因为最近安折调走的事, 他很挂念乔梁, 结果给乔梁一打电话, 乔梁正在下面县里出差, 要今天才能回来, 江秀秀只能作罢, 自己在外面吃了晚饭, 吃过饭后, 江秀秀在外散了会部, 想到乔梁今晚不回江州, 动了到乔梁宿舍去做做的念头, 江秀秀随身有带的, 一把乔梁宿舍的钥匙, 那是自己以前租住的时候, 没有还给房东的, 对乔梁的宿舍, 江秀秀心里, 一直有一种无法抹去的情节, 从自己住在那里起, 自己就和乔梁在那里有了刻骨铭心的炽热和交融, 虽然自从自己复婚后, 乔梁没有在和自己做那时, 但他一直很留恋那里, 于是江秀秀就去了, 独自在客厅沙发上静静, 坐了许久, 怀想着和乔梁那似乎已经结束, 却依然无法忘怀的燃情时光, 一直坐到深夜, 然后江秀秀不打算回酒店住了, 就睡在了卧室的大床上, 一个人躺在两人曾经耳鬓撕磨的大床上, 江秀秀浮想连篇, 辗转反侧, 一时难以入眠, 接近凌晨三点的时候, 江秀秀正在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中, 突然听到外面的宿舍门发出轻微的动静, 似乎有人在动门锁, 江秀秀随即醒了, 无声从床上坐起来, 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 一开始江秀秀以为是乔梁回来了, 随即想到不可能, 乔梁正在县里出差, 他要明天才能结束, 而且即使回来, 也不会深更半夜往回赶, 更不会半天打不开门, 江秀秀随即想到应该是有小偷, 顿时紧张起来, 爱马, 这里只有自己在, 要是小偷发现自己劫色怎么办, 江秀秀悄悄下床, 借着窗外的月光, 在窗台下摸索到桥梁锻炼的哑铃, 把一个哑铃拿在手里, 悄悄站在卧室门后, 继续听着外面的动静, 随即江秀秀听到外面啪哒一声, 宿舍门被打开, 接着是轻轻的脚步声, 脚步声在客厅停留片刻, 接着冲卧室走来, 江秀秀内心高度紧张, 举起哑铃, 打算只要小偷进入卧室, 自己就照她脑袋来一下, 把她打晕, 然后报警, 片刻, 卧室的门被无声推开, 随即一道手电光射进来, 江秀秀平住呼吸, 把哑铃举高, 只要小偷的脑袋露出来就打, 但不速之客却没有进卧室, 只是用手电照了几下, 然后就退了回去, 江秀秀稍微松了口气, 继续听着外面的动静, 随即, 江秀秀听到脚步声奔客房方向而去, 接着客房里响起了轻微的动静, 过了大概十几秒钟, 脚步声从客房出来, 然后听到外面的门啪哒一声被关上, 接着宿舍里安静下来, 小偷走了, 江秀秀大松一口气, 放下哑铃出了卧室, 没有开灯, 直奔后窗台, 趴在窗台上往下看, 少请, 一个黑影从楼道里出来, 直奔小区门口, 上了停在门外马路边的一辆轿车, 接着离去, 此时, 江秀秀注意到, 黑影两手是空空的, 这让江秀秀不解, 小偷来去匆匆, 什么都没带走, 那他来这里是干嘛的? 出于职业的敏感, 江秀秀私存片刻, 心里突然一动, 接着江秀秀打开客厅的灯, 仔细看了一遍, 没有什么异常, 江秀秀接着去了客房, 打开灯, 客房里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江秀秀想了下, 接着看着客房里的书柜, 客房里摆设很简单, 除了一张小床和电脑桌, 就是书柜, 没有其他什么东西, 江秀秀看着书柜上面, 书都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 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江秀秀又看着书柜下面, 伸手拉开柜门, 随即, 江秀秀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密码箱, 看到这密码箱, 江秀秀眼皮一跳, 自己以前来桥梁宿舍的时候, 每次都给他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包括客房, 包括这书柜, 似乎之前从没有见过这密码箱, 难道, 这密码箱是这不速之客放在这里的, 他为什么要把这玩意放在桥梁宿舍, 而且还是这个时间, 一想到这, 江秀秀心里感到严峻, 把密码箱提出来, 感觉有些重量, 江秀秀把密码箱提到客厅, 放在茶几上, 琢磨着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琢磨了片刻, 江秀秀开始尝试着开密码锁, 没想到密码很简单, 试了几次就打开了, 江秀秀打开密码箱, 随即被吓到了, 里面整整齐齐放满了钞票, 都是大额的, 江秀秀快速点了一下, 一百搭, 也就是说, 这密码箱里是一百万, 江秀秀当然不相信, 凭工资吃饭的桥梁会攒下这么多钱, 也不相信桥梁会收受不易之财, 随即断定, 这应该就是那不速之客刚刚放在这里的,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要在深更半夜之际, 偷偷在桥梁宿舍里放这么一笔巨款? 江秀秀心跳不由加速, 凭着自己的办案经验, 她直觉这其中有道道。 江秀秀冷静思考了一会, 拿定了主意, 把密码箱里的钞票全部倒在沙发上, 然后去卧室找了一个旅行背包, 把钱都装进去。 接着江秀秀拿着密码箱进了客房, 打开书柜, 拿出一部分书放进密码箱, 把密码箱盒上, 重新放在原来的位置。 此时, 因为发生了这事, 江秀秀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背起旅行包打算离开, 临走前, 江秀秀又突然想起了什么, 到了卧室, 在卧室里翻了半天, 找到了张琳留下的那个花雕木盒, 里面有张琳写的 自己跟桥梁过往的情感日记。 此时, 江秀秀并不知道 在花雕木盒的家层里, 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优盘。 江秀秀把花雕木盒放在包里, 然后背起背包, 离开了桥梁宿舍。 此时是凌晨四点, 正是人们睡眠最深的时候。 此时, 在县里出差的桥梁 也正在沉沉地睡梦中。 从桥梁宿舍出来后, 江秀秀步行回了附近自己住的酒店, 把旅行包放在床头柜里。 此时江秀秀的想法是, 此事关系重大, 不能在电话上告诉桥梁, 不然, 一来会让桥梁在外出差不安心, 影响工作。 二来, 如果桥梁得知此事后, 神态异常, 或许会引起和他一起出差的人的注意, 从而怀疑什么。 江秀秀决定等桥梁回来后, 再把此事告诉他, 然后两人一起琢磨分析此事, 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没想到江秀秀没有等到桥梁回来, 桥梁直接在下面线里, 就被办案人员带走了, 得知桥梁被带到办案基地的消息。 江秀秀立刻把这事和昨晚不速之客放在桥梁宿舍的一百万联系起来, 借着办公室的机会, 有意无意打听桥梁的情况。 很快, 江秀秀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根据他的办案经验, 知道下一步肯定会搜查桥梁的办公室和宿舍。 办完公室后, 江秀秀决定先不回松北, 直接去桥梁宿舍。 此时正值日落时分。 江秀秀走到桥梁宿舍附近的时候, 正好看到几个人从楼道里出来, 其中一人提着那个密码箱。 因为是上下级业务单位, 江秀秀是认识那几个人的。 江秀秀随即闪身站在暗处, 看着他们提着密码箱上车离去, 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不由觉得自己凌晨的做法很及时很正确。 然后江秀秀去了桥梁宿舍, 宿舍里被翻得乱糟糟的, 包括卧室里。 江秀秀又不由庆幸自己凌晨离开的时候, 把张琳留下的花雕木盒带走了。 不然这玩意要是被办案人员搜出来, 那对桥梁可是大大不利, 而且也会影响已经离去的张琳的名声。 听江秀秀说完, 乔梁终于明白了事情的过程, 脑子里的谜团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不由睁大眼睛看着江秀秀, 他似乎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 但这故事却是真实的。 这期到这, 下期继续吧。